大家好,现在由我来为您介绍剪刀石头布猜拳游戏与S&A平台的试作 游戏计划部分呢,我们将由电脑产生一二或三的随机乱数 代表电脑出的全是剪刀石头或是布 玩家呢,则自由的选择按键盘上的一二或三的键 代表玩家出的全是剪刀石头或是布 我们将由程式来判定输赢或是平手 由于是我们第一个撰写的游戏程式 所以我们只加入游戏的起始跟说明的场景 我们一部规划游戏结束的场景 我们所使用的开发平台是微软的S&A游戏开发平台 相关的所需要软体跟安装的程序 请您自行上网了解并将它安装妥当 在这边我们展示使用的环境是 Microsoft Virtual Studio 2013跟S&A的4.0 请由开始功能表选择Virtual Studio 2013的程式 接着按新增专案 于Virtual C-Shop里面选择S&A Game Studio 4.0 选择Window Game也就是PC Game的意思 然后将专案起一个名称跟储存的位置 完成后请按确定 我们就会开启一个S&A空白游戏的一个专案 在专案的任何地方按滑鼠的右键 选择大纲折叠值定义 我们就可以非常清爽的看到 S&A这个空白专案 所呼叫的程式有哪些 于此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 S&A游戏的开发品 它主要会呼叫有五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是Initialize 初始化 初始化函数就是进行游戏相关 初始化设定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放置在初始化函数里面 来做一些设定 接下来会呼叫所谓的load content 载入游戏资源的这个函数 那一般我们讲的载入游戏资源 包含了2D的图片 3D的模型 制型 音乐 音效跟影片等等 接着游戏就会进入到 所谓的更新跟绘制的组绘圈 就是update跟draw 那这两个函数都会有一个参数 就是game time 就是游戏的时间 那换言之呢 update跟draw这两个函数呢 对于PC来讲 我们大概一秒钟会呼叫60次左右 或是你说60分之一秒左右 就会被呼叫一次 那对于首次装置来讲 大概会呼叫30次左右 所以游戏在进行的过程中 就会不断的更新 绘制 直到玩家跳出游戏的时候 我们就会呼叫所谓的unload content 就是 它会自动的那个释放 或是归还我们所占的这个系统资源 好 那在这边 我们一行程式码都不撰写的情况下 我们先来建立一个 SNA的一个空白游戏专案看看 我们可以在这个空白游戏专案这边 直接按开始编译执行这个钮 那如果说您的使用环境没有问题的话呢 你应该可以得到 类似我们下面这样的一个空白游戏的一个画面 好 当我们确定您安装跟使用的环境没有问题以后 我们可以正式来撰写我们的游戏 那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载入我们游戏所需要的支援 那在这里呢 我们所需要的游戏资源呢 就是一些美工的一些图片 所以呢 请你打开您放置这个游戏美工资源的资料夹 我们这边有五张图片 那我们就把这五张图片全部选起来 把它复制 或是你按住滑鼠左键不放 直接拖放 到我们的这个专案所提供的游戏资源资料夹下 好 把它放开 那如果说您复制成功的话 在我们游戏专案的资源资料夹下 就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游戏所使用的资源 就这五张的图片 那在这五张的图片里面 我们也顺便标明了它的解析度的大小 使你更容易了解到我们整个游戏的一个配置情况 好 那我们要正式开始 规划跟撰写我们的程式 那我们首先呢 我们决定我们的游戏画面是1020x768的像素 那由于这个设定我们只要执行一次 所以我们应该把它撰写到哪里呢 我们把它撰写到SNA的初始化函数 Initialize里面 所以我们打开我们的主函数 我们把Initialize函数把它展开 好 就是这边加号点一下把它展开 我们就添加了我们刚刚的规划 首先呢 我们就呼叫graphics.preferredbackbufferedwith等1020x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设定我们的图形管理装置 它的这个荧幕的宽度是1024 高度是768 那么呼叫graphics.applychange这个函数 就把它实作出来 好 如此我们就完成了程式上面的设定 我们的游戏的画面是1020x768的解析度这件事情 接下来我们做我们的第一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我们是要载入我们的 所有所使用的游戏资源 这边就是我们的2D的图片 那么我们汇出我们游戏开始的场景 所以按照我们的这个规划呢 我们在程式里面呢 我们应该要先宣告 游戏所使用的所有的美工的图片有哪些 总共有几张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从这个 我们置放游戏资源的资料夹下 不就要这样 load content 载入这个游戏资源这个函数 把相对应的图片载入到我们的程式里面 那最后呢 我们就利用SNS 刚刚的游戏指挥圈里面的draw 绘制这个函数 来绘出我们游戏开始的场景 那我们接下来就会进行编译 看看我们目前执行的成果如何 依照我们刚刚的规划呢 我们在城市的权益变数这边 我们就宣告了五张图片 我们分别取名为imagine1代表剪刀 imagine2代表石头 imagine3代表布 imagine2代表游戏开始场景 imaginebackground代表在游戏玩的时候的 那个建成的一个背景 那他们都是什么 都是Texture2D 都是2D文理图这样的一个 类别的物件 或者说他们都是Texture2D 这样的一个资料的结构 按照程式的进程呢 我们就呼叫load content 载入游戏资源 这个函数我们也是把它展开 展开以后呢 我们就把相对应的 比方说imagine1代表是剪刀 对不对 就把imagine1.content 呼叫content.load 那他载入的这个资料形态 是一个2D文理图 Texture2D 然后呢 在我们资源资料架下 我们把这个剪刀的图片呢 取名叫做这样 C400X600 所以我们就把他相对应的 剪刀的图片把它载进来 同样道理 imagine2是载进来 是rock 是石头的美工图片 3代表是布 所以我们代表是paper 布这个图片 依此类推 所以我们就把相对应的 这个资源资料架下 把他的图片全部载入到 我们的程式里面 那在程式里面 现在就有5张图片可以用 哪5张图片可以用呢 imagine1.2.3 imagineBackground 跟ImagineGandleStar 这5张图片可以使用 好 那我们在这边要把它汇出来 怎么办呢 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一个 在电脑汇图跟游戏程式里面中 我们常常会使用到的一个 专有名词叫做Sprite 中文你把它翻译的话 可以翻成精灵 那Sprite是什么呢 Sprite is a turn used to describe 2D graphics with a number of relative functions 那Sprite 我稍微把它翻译一下 Sprite是什么呢 Sprite就是用来描述 描绘 一个2D的图形的 一个项目 它可以做 一堆的相关函数的一些操作 比方说 也就是说 一个图片呢 如果假设我们可以做一些 缩小啊 放大旋转啊 等等的一些操作的话 那这样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专用术语来描述它的话 我们可以描述它这样的东西叫做一个Sprite 好不好 有点抽象 那习惯就好 然后在SN里面呢 我们就叫做Sprite Batch 那Batch就是一个批示档 所以批示档就是 一次可以办理做很多事情的 按照顺序 可以办理做很多事情的一个答案 叫批示档 所以我们这边呢 有提供一个叫Sprite Batch 这样的一个类别 也就是这样 我把它翻译成P式精灵 好不好 就是P式精灵这样的类别 那我们这边先告小写的Sprite Batch 是一个这样 P式精灵这样类别 所产生的物件 也就是小写Sprite Batch 它可以包含 我们在SN里面 提供给我们的非常非常多的绘制图片 就是贴图跟绘制制团 有贴制制团的一些相关的函数 好 那我们要知道怎么样使用这个 SNA所提供的 所谓的贴图的一些绘图的函数呢 那我们就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刚刚已经宣告小写的Sprite Batch 是什么呢 是一个P式绘图的一个精灵 那它提供了几个重要的函数 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叫点座 就是绘出贴图函数 所以我们呼叫Sprite Batch点座 就是贴图这样的函数 那SNA的绘图它大概有三 你可以说有三部曲 或者有三个应该遵循的步骤 第一个就是一定有绘图的开始 让我知道从哪边开始 做这2D的绘图 所以我们会先呼叫 Sprite Batch点Begin 这个函数来做 怎样绘图开始的宣告 然后绘图结束的时候呢 你要告诉它有个Sprite Batch点End 所以我就知道我的2D绘图 从这边开始 Begin开始到End结束 那中间呢 你就可以呼叫你要绘制的图或是纸串 那我们这边就是呼叫Sprite Batch点座 看你要绘制多少张图或多少个纸串 你可以都摆到这个 Begin跟End之间 好那对于绘图部分呢 SNA所提供的Sprite Batch点座 总共有七种多载 或者说你可以讲说有七种 绘图的方法了 那它可以做各种各样的 这个2D图片的一些操作 不管是放大缩小 旋转 然后旋转的中心点 你也可以任意的决定 所以呢 你只要想象得到的 绘图上面的一般的一些操作的话 在这七种多载 或七种绘图方法里面 你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函数来使用 当然它会有简单到复杂 看你需要的操作是 怎么样就选择一个最适当的 这在七种绘图方法里面 你选择最适当的来使用 那详细的用法呢 就请你之前上网查看一下 相关的范例来了解它 好 那在这边我们就直接使用 当中的应该是第二种的 七种里面的第二种的绘图方法 来做绘制吧 所以我们这边要开始 要把一个背景的场景都把它绘出来 所以我们开始 SpriteBatch点Begin 告诉大家从这边开始绘 SpriteBatch点End 这边绘图结束 那我们就只绘了一张图 所以我们呼叫SpriteBatch点 做好绘制 我们绘制哪一张图呢 我们要绘制的现在是 在城市里面叫做 Imagic GameStar 是游戏开始这张图片 也是开始场景图了 那么绘制在哪里呢 我们这个绘制出来图片的 左上角的贴图坐标 我们给的是S等10 Y等10 也就是VAC2.0 这个地方开始 把这张图片贴出来 因为Imagic GameStar 这个图片 我们就是1020×718的大小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贴满到我们整个游戏画面的一式 那Color就是颜色 点Y就是说 我们不着任何的颜色在这个背景图上 也就是说 我们原来美工画什么样的图片 那么贴出来的图片 就是完全不着任何色 就是用它本来的色彩呈现出来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按开始编译执行这个Neal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执行的结果 那如果说你们并没有打错任何的程式码的话 你就可以顺利的执行出这个游戏的开始场景图 我们就把这张图片把它贴出来 这边就告诉你说 游戏怎么玩 我们可以按1 2或3来进入游戏 当你按1的时候代表你一开始就选择要出键刀 当你按2的时候代表你一开始要选择出键刀 以此类推 好我们这次的课程到这边结束 欢迎大家提问 谢谢大家